就是這樣一個觀眾年度很低的頻道 即使我有兩萬訂閱 但是如果四個月都不更新的話 我還可以在YouTube賺到錢嗎 我今天是有花錢去上阿滴和愛麗莎阿克成的 我這四個月呢總共賺了 經過大量的觀看很多頻道之後 得出來的經營頻道的策略 還有不該做的事情 那為什麼這兩支影片可以賺最多錢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哈囉大家好我是貝拉 今天也謝謝你點開我的影片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我的頻道呢 我先簡單的介紹一下 這個頻道啊早期是做一些SEO流量比較高的內容 到現在其實基本上是以我個人為主 算是深層我在澳洲所見所聞的一個頻道 所以呢這就會導致我落入某些人所說的 垂直度不夠的框框內 但是我覺得那都是bullshit 所以我會在影片的後面呢 跟大家說明我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感覺 基本上啊我覺得我的觀眾年度真的都超低的 但即使如此呢 YouTube後台還是會顯示說 有哪一些觀眾一直在默默的支持我 所以在這裡真的 非常的感謝你們的支持 謝謝謝謝 所以就是這樣一個觀眾年度很低的頻道 即使我有兩萬訂閱 但是如果四個月都不更新的話 我還可以在YouTube賺到錢嗎 今天就來為大家揭曉這個謎底 今天的影片呢 我會先分享我停更這四個月的收入給大家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經過大量的觀看很多頻道之後 得出來的經營頻道的策略還有不該做的事情 最後我會告訴大家我整個頻道收入最高的影片是哪一支 還有我覺得為什麼他可以一直保持流量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剛好也是影片創作者 想說把這支影片保留起來以後可以看的話 我先懇求你不要訂閱我的頻道好嗎 你可以只要按讚就好了 因為你訂閱以後不看的話 對我頻道其實真的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傷害 有看過我上一支影片的人就知道啊 只要達到1000訂閱人數就可以贏利了 所以我真的不需要僵屍訂閱 拜託大家幫忙囉 那我上次停更的時間是今年的4月18號 距離下一支影片發布的8月15號 其實中間就差不到4個月的時間 那時候其實除了我們家剛好在裝修以外啊 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韓國的VLOG表現真的太差了 其實我是一個好勝心很強的人喔 然後那時候我還沒有去韓國之前呢 我的YouTube首頁啊 都是那種幾百訂閱或者1000多訂閱 去韓國拍的VLOG影片 然後每一個人的觀看大概就是幾萬 或者十幾二十幾萬不等 我想說好歹我老公也是韓國人 我應該可以打個台韓夫妻的名號吧 可是呢在發布的第一天五個小時之內 我居然才收穫了263個觀看 那時候我會覺得說 唉算了算了 乾脆徐徐賣則了啦 所以如果把時間設定從4月18到8月15的話 我這四個月呢總共賺了1054.72澳幣 大家可以看到我大概平均每個月就會有200多塊的澳幣收入 然後這個是在我一支影片都沒有發的情況下喔 所以在我觀察這麼多的YouTube頻道之後 為什麼我會說說垂直度不夠都是BOTION呢 我買的這一本 YouTube房程式裡面其實就有提到說 要做觀眾想看的內容 所以即便呢 YouTube這個平台還剛開始充滿的用意是 想要讓男男女女透過影片的方式約會 他最後還是為了配合使用者的需求 而轉變為影音分享平台 我其實是有花錢去上阿滴和愛莉莎拉課程的 阿滴他其實也有提到 他剛開始是教英文嘛 但後來他也是要為了配合觀眾的需求 而加入越來越多的娛樂成分 愛莉莎莎也是從一剛開始韓國啊 還有教友秘訣的分享 到現在你看他的頻道影片有跟之前一樣嗎 也沒有嘛 所以這就不是垂直度不夠的問題啊 再來我還看了很多垂直度超夠的平台 比如說專門教YouTube影片運營的 或者說提供500全音樂的創作者 他們自己本身可能都有幾萬或者幾十萬的訂閱者喔 可是當他們發布新影片的時候呢 卻跟我一樣只有寥寥無幾的觀看 所以我這邊想要強調的重點是 你不要讓自己變成一個交易性頻道 當你變成一個交易性頻道之後呢 可能就會有一些觀眾 只有在想要利用你的時候才會來看你的影片 或者說像是YouTube運營啊 想要開頻道的新手訂閱了你這個頻道 可是當他們做不起來或者放棄的時候 他們就再也不會來觀看你的影片了 但這個不包括你本身是有一個小生意想要拓展客源的人 因為你就不需要觀眾年度嘛 你成為一個交易性頻道是一個很理所當然的事情啊 然後這邊我想要補充一點就是 大家如果到audience下面往下看呢 這裡就會看到videos growing your audience 就是你發布的哪一些影片是有幫助你增長你的觀眾量的 然後你們看這裡喔 他就說新的觀眾他後來還有再回來的有哪一些 然後這邊呢讓我覺得為什麼YouTube他不太推我頻道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呢他大部分時候把我影片推出去以後 回流的觀眾其實是蠻少的 你們看這裡都是漏漏漏漏漏漏 新觀眾的回流沒有很多 那我覺得這一部分就是做交易性頻道的缺點 就會落到像我一樣的下場 大家得到自己想要的資訊之後呢可能就不會再回來 或者說我們自己本身人設可能不夠 所以大家就沒有什麼回來 那我自己本身可能現在會想要加強的就是像這種 有moderate觀眾會回來的影片 像上次這一支是日本大阪京都的影片 然後再上一次是我跟我妹移民的影片 我就想說試試看如果說加強做這一類的內容 看會不會幫助我的頻道的增長 然後增加觀眾的黏著度 所以我現在頻道裡面收入最高 而且還一直創造收入的到底是哪一支影片呢 我在這裡改成lifetime 大家可以看到我從開始盈利以來 收入最高的就是公開youtube收益這一支影片 總共他為我帶來了870澳幣的收入 再來是我跟我妹合拍的窮小孩移民澳洲的影片 總共是賺了467澳幣 另外布里斯本和雪梨這兩支vlog的收入也蠻高的 這一點我就很欣慰了 代表我影片做的不是很差對不對 這兩支影片我就把它放在資訊欄囉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資訊欄找來看 來看看澳洲風景也不錯啊 那為什麼公開收益還有窮小孩移民 這兩支影片可以賺最多錢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公開youtube收益這支影片總共有3000多個讚 你說他的觀看時長很好嗎 其實也還好啊 才兩分多鐘而已 而且居然還收獲了1800多個訂閱者 我就好奇想要問你們 為什麼看這支影片會想要訂閱我呢 有剛好訂閱的觀眾看到這個 可以留言告訴我一下嗎 那我跟我妹合拍那支影片 總共收獲了1600多個讚 觀看時長其實也是只有兩分多鐘而已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 這些流量都是靠分享而來的呢 那個時候我在看youtube後台數據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影片發布之後 每個晚上的觀看數量就是 與此同時 跟我妹很久沒有聯絡的大學同學 就傳Facebook訊息給他說 他的家人分享這支影片給他看 所以他才看到我們的境況原來是移民到澳洲了 那後來呢 當大家開始停止分享之後 這個影片的觀看數也就開始進入了停滯期 至於為什麼我會進入第二波的增長呢 這就要感謝台灣打仁秀幫我分享的這支影片 把我創造了第二波流量 那影片的最後呢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支分享的內容 如果你有什麼不同的意見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討論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